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题目是白日梦 谢谢黄牧师 弟兄姐妹感恩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题目是白日梦 这个不是和你们说的 我不希望一会儿说 为什么你在这里白日梦 这个经文是来自于 今天我们司徒行传 我们讲到第十章当中 当有人讲到白日梦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处境 是一种扁语 是一种批评 甚至有些人说 你在发白日梦的时候 会倾向一种懒惰的描述 你什么都不做 坐在那里发白日梦 原来有些专家 他去研究 原来发白日梦的人 是被其他人看起来 好像在精神身体上 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眼睛呆滞 只是眼睛呆滞 望向一个地方 目无表情 呆呆地望着一个远处 在这些处境的时候 他脑里面是清醒的 但是在他清醒里面 他是脱离了一种现实的处境 可能就是 当你想和他讲这个题目 你讲A的时候 他就答了你B 根本他的脑 和他的思想和心灵 不是在现实的状态当中 他有一些幻想 可能有一些影像 有时是一些过去的处境 有些是一个开心的念头 有些甚至是一种野心 当时可能他在想某些处境的情况 白日梦的处境 会影响当事人一些情绪 但是原来白日梦 有另一个好处 白日梦很多时候 都是一些灵感的来源 特别是一些文字的创作 艺术的创作 甚至是科学家 他们研究某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脱离现实的处境的时候 来发一些白日梦 引致他钻研到某一些科学的发明 在我之前服侍的一个青年工作机构里面 我们常常都提到 年轻人应该多发白日梦 但这是积极的鼓励 让他们有更多的思考 那种思想 不过今天我就不鼓励大家 在这一刻 你们发白日梦 我们专注在经文当中 我想借着今天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 我们看到里面有两个主角 他在白日的时候 他见到异象 我就称他们为在发白日梦 我想借着这两个异象的事件 让我们看到圣经 上帝刺下这些处境的时候 让今天我们这帮信徒得着什么好处 让我们在信仰生命历程当中 我们能够更加活出上帝的样式 我们进入这个经文之先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刺下圣灵 你刺下你的话语 愿意在这一刻你的圣灵动工 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转眼在你话语当中 转眼仰望耶稣基督 让圣灵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意朵 将你的话记得清楚明白 更加让圣灵开我的口 将你的话讲解高举主你的名 荣耀归给你 祷告奉主的名导 阿门 在第十章的《使徒行传》当中 我们在当中会看到 有两个八日梦的主角 第一个是哥利流 这个是路加描述 他是一个伯夫长 他是罗马一个官兵 一个军队的首领 他居住在哪个地方呢 在该撒利亚 该撒利亚 如果在耶路撒冷 我们会放在犹大国 这个较为中间的地方 他会偏向在北边沿海的市镇当中 哥撒利亚的伯夫长 哥利流 路加描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周祭百姓 他常常向上帝离去祷告 祷告神 他是一个敬虔的人 这是第一个发白梦的主角 第二个是比特 当时的比特他领受了圣灵降临之后 他到处传道来行神迹 他在旅大行神迹的时候 医治了瘫痪八年的以利亚 他继续在北上 去到若帕这个地方 他在当中叫多家来去复生 而比特他在若帕的地方 他圣经描述住 他住在这个削皮障西门的家中 这个削皮障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原来他是做皮草 他有些动物 有些尸体来去做皮草 在当时的处境 这个削皮障基本上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但你会看到圣经描述住 比特住在这个削皮障的家中 我们去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这里 比特他这样说 他说 主也就是不可得 饭俗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从这一节经文里面 给我一个提醒 原来上帝和人的对话 不单止在旧约里面上上发生 原来在新约里面 上帝的灵 主耶稣基督 同样会直接和人来去对话 当圣灵降临之后 圣灵藉着很多不同的处境 与仕途他们直接来对话 与一些不信主的人直接来对话 我们看看 到十四节 这里究竟比特 在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以至到在这里 比特 他要这样对主来说出这个话 我们从事徒行转十章第九节 来看看经文如何描述 经文描述 比特当时已经在约伯的削皮像家 比特约在五正的时候 上这个房顶去祷告 这次经文很清楚地说到 在时间是正五十二点的时候 原来在当时这个文化 正五十二点不是犹太人 惯常祈祷的时间 而地点就是在屋顶 当时的房子有三层 最高的那层是一个平台 我们有住过香港 可能有几层的堂楼 有天棒 天棒以前用来做什么呢 浪衫 曬下菜肝 曬下果皮 当时犹太人他们的屋顶 原来同样都是浪了蔬果 当日比特就去到屋顶 他在上面来祈祷 祈祷的时候 他当时出现了一种状态 在第十节说到他肚饿 这里说到他肚饿 他说他想吃东西 祈祷里面想吃东西 很多人都有经历过 可能祈祷的时候想很多东西 突然祈祷 我都很想买个宝马 不如祈祷一起买个宝马 比特在当时他突然肚饿 他想要吃东西 上帝在这里说 圣经说给我们 比特温柔障碍 温柔障碍 在当时希列文的意思 是他精神有仿佛 他不是在他的祷告的集中当中 更加是出神的描述 原来温柔障碍的描述出神 是说到灵离开了身体 所以在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照着字面来解释 就是说 比特当时他很想祈祷 但是他的灵 就站在他的身体外边 即是他根本不集中在祈祷当中 在这个处境下 我就称他为 在发八日梦 八日梦 比特见到两件特别的处境 第一 在第十一节 比特才看到 他看到一块大布 细着四角垂下来 这个布上 《圣经》继续描述 是有四足的走兽 还有昆虫 包括有天上的飞鸟 然后比特更加听到 他的耳朵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 比特 起来 宰了吃 如果你真的肚饿的时候 听到这个声音 前面有东西给你 拿来吃 你会怎样 当然吃 但是我们看看 比特如何回答这句话 就是今天的经文 比特回答 他说 主啊 这事不可的 有解经家 他在这里来特别 用了一个很幽默的 来作出一个评论 他说如果比特有看见 又听到 两样这么大的异象 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竟然回答这个答案 是一个负面的答案 不可以 他自己肚饿了 还有这个很特别 为何那些神学家提出这么幽默呢 他说主啊 当他说主的时候 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 有主人摆东西给你吃 那你当然 好啊 刚好你又肚饿了 那当然 正中下怀 当然拿来吃 但是他说不可以 这个答案 带给我们去思考的时候 有些不合逻辑 也不合理 在这个处境里面 给我们去思考 其实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 在这个马太福音 这个七章二十一节 那里 耶稣提醒这个门徒 跟随他的人 他说 凡清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这是当时主耶稣基督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同样 在这一句的经文当中 对我一个提醒 以至到一起来去共勉 我们常常讨告都说主啊 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信服的心 可能主回应你的事的时候 不合你的心意 主我不要这些 我不要那些 当彼得在这里肚饿的时候 有东西放下来 叫他宰了 他说主我不吃这些 其实这个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 主给了很多不同的出路 我们 但是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 我们会像彼得那样 这事不可的 我们没有进到上帝的心意当中 我们再看 在主耶稣的教导 他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他下个片语就是说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义的人才能尽去 这个更加让我们今天的信徒 在主的教导里面 再加上我们看一下 彼得他继续解释 为什么他说不可的时候 我们更加明白到 我们是不是一个信徒的信徒 接着的片语 彼得他解释就是说 饭粗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彼得他在这里很清楚解释 大家都觉得合理 这个粗物和不洁净的物 彼得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但是没有吃过 是否等于他就可以拒绝上帝呢 这个是我们很好思考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去祈求的时候 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想过 但是主圣灵提醒我们 你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说我们没有试过 其实从这里可以表达出 彼得他失去那种信心 他不是真正有信心 你去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继续来去告诉他 彼得那种处境的原因 是因着他的观念就是 族物和不洁的物 他从来没有吃 当时彼得是面对着犹太教 当时那种食物的条例 当那个布降下来的时候 全部是四足的酒兽 有天上的飞鸟 也有海里面的鱼 彼得当时立刻想到 在摩西的律法 利未记生命记 所说到一系列的名单当中 这些是不洁的 这些是不洁净的食物 还有在当时犹太人那种 饮食的习俗当中 如果不按这些律例 去吃了一些不洁净的物 他的人都会被感染到不洁净 当他们觉得自己不洁净的时候 他们就不可以去敬拜上帝 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刚刚相反 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犯罪 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要进到圣殿 当时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求赦免 但原来在当时犹太的信徒 他们那种观念就是这样 所谓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进到圣殿当中 我们要先谦卑苦服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求赦免 我们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 以至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 敬拜我们的上帝 当时彼得面对着这种枷锁 令到他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 他一路来受限制 我们再看 这个声音不单止停在这里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 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个的回应不是一次 是一连三次你去回应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个是提醒彼得 你说不可以吃 但是这个是我吩咐你 宰了是 所以弟兄姊妹 从这里我们会看到 究竟上帝把这个异象 摆在彼得的面前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回在经文里面 第十二节这里 这里说到有四足的酒兽 摆在降下来的布里面 有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原来这样的描述 是代表着当时的外邦王 上帝借着食物 借着来表达让彼得 他要知道 上帝洁净的 是可以吃的 是不当不洁净的 正如当上帝去呼召 去简选不同的人 来将他的词外 将他的福音要摆出去的时候 传扬开去的时候 这个就提醒了彼得 你要去接待这些的人 这个是上帝要彼得 建议仗那种意思 更加有神学家来提到 当上帝去宣告这个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俗物 这个不单止在这里去看 主耶稣基督 其实他在马可福音当中 他已经一早提过这个宣告 只是当时跟从他的信徒 门徒全部都不明白 我们看看马可福音 这里耶稣的教导七章第十九节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福 又落到茅池里 这是说 各样的食物都是稠淨的 首先耶稣基督在这里 先说出了 他说食物进到我们肚福里面 这个不会污蔑人的 这些食物都是稠淨的 然后耶稣在马可福音二十节里面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蔑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 发出的恶念和九合 耶稣基督在这里 教导的门徒 他借着这个食物 从里面进入人的生命当中 身体当中 因为是主供应给我们 我们可以来去领受 但是人心灵里面那种的罪性 带给我们发出很多的恶言 这是主给我们的教导 在当时有个神学家说 其实耶稣基督在当时 已经再一次 是废除了在旧药里面 这个食物的条例 我们再看看 不单止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 保罗同样有给我们 关于食物的教导 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我凭着主耶稣 确知和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保罗非常清楚 他说出了 是在主耶稣的身上 他认知 而且他不是单单认知 他不是在头脑上的那种认知 他还在心灵里面 他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 意思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可以吃 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的教导 但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四章 扣诀 他更加提醒我们一个的处境 他说 无论是吃肉或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的 一概 不做才好 他继续都有提醒我们 不要强迫别人吃 榴莲是好吃的 榴莲糯米池更加好吃 不过不要逼别人去吃 保罗他告诉我们 他不吃不等于他没有这个观念 凡物都是结症 只是可能他在当时的身体上 或者他真的信心上 他不足够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保罗给我们教的 今天一连串关于食物的 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 在哪一个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 借饭祈祷 我不知道借饭祈祷是否念口网 有些人会问你借饭祈祷说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牧师借饭祈祷说什么 请我喝茶 我会带你们一起借饭祈祷 那你就发现知道我的借饭祈祷是什么 借饭祈祷 我们最重要的是 不要念口网 我们好像保罗所说的 在主里确知 凡食物都是结症的 第二 你要用信心去做祈祷 扣上帝结症食物 你就安安乐乐地享用 不怕别人挑战你 特别我们在中国人传统的民间信仰里面成长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很多祭祀的处境 或者有时去拜山 甚至其他宗教的处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其他人对我们的挑战 有时我们患得患失很害怕 吃不吃呢 这只鸡吃不吃呢 这鸡腿吃不吃呢 今早有个祖堂的姐妹说 牧师我听完你的讲道 我第二次去吃斋的时候 我一定期完肚就够胆吃斋了 因为他说吃斋的时候 吃斋的地方 有个观音像对着 有时我吃的时候 就不知道吃好还是不吃好 弟兄姊妹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凡物本来没有不见 今天我们在借饭祈祷里面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去领受上帝为我们洁净的食物 为我们预备丰富的供应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上帝借着这个异象 给彼得一个目的 就是要他破除了当时犹太教徒 那种紧箍咒的观念 不要单单在你的觉得 结淨的那批人当中 你先与他们交往 这个比我们更大的提醒 今天我们如何来传福音呢 大家可能有着你不同的生活的习惯 但是我们要从当中 我们要找上帝给我们的教导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记录片 讲到在现在以色列当中 以色列有一班叫极端的 传统犹太教徒 这班传统犹太教徒 他们在今天 他们是不需要交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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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更加不需要当兵 他们每天只在神学院里面 读这个律法 这个陀拉 就OK 就可以了 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处境 这个记录片提出来呢 原来在过去几个星期之前 以色列定了一个法例 因为以色列现在和阿玛斯打仗 他们要征召那些人去当兵 所以法庭定了这个法例 就是破除这个豁免 就是要这些传统极端的犹太教教徒 按照他的年纪都要来征兵 都要来当兵出去打仗 所以以色列在里面有很大的抗议活动 弟兄姊妹 彼得当年在这样的处境 原来今天在现实当中 同样有一班敬虔 相信犹太教的犹太教徒 他们处于在这样的处境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谨守今天我们从主基督德的救恩 我们要更加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无论他们是哪一类的人 我们要让他们更加知道 凡上帝洁净的都可以吃 不需要有那种忧虑 我们回到经文里面 我们去到第十七节 我们看到就是说 当彼得他面对着这个八日梦里面的时候 圣灵在当中来工作 圣灵叫他回到现实那里 圣灵突然提醒他 在第十七节这里讲到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哥尼留所猜来的人 已经访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当时圣灵就提醒彼得 他告诉他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 圣灵这儿即是将彼得 从一个异象当中 带回到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告诉他有人来找你 彼得 他提醒他 他说你要去接待他们 当时彼得还在一个楼顶上 仍然在祈祷当中 他提醒他你要去接待他们 你要去接待这三个人 还有不要起疑惑 还有跟随他们去同往 去哪个地方 你跟他们去 更加在这个经文里面 最后那个片语 圣灵猜派他们来 如果我们从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三个人 是哥尼留猜派他们来的 他们是哥尼留猜派出来的 他是一个仆人 但是在经文里面 圣灵说 是我猜派他来到你当中 当时彼得被圣灵来充满 提醒他 你要去接待这三个人 彼得按着圣灵的吩咐 去接待这三个人 接待他们在当中 在这个削皮像家中 住了一晚 接着第二天 彼得和这三个的仆人 圣经再描述就是 同几位在约派的弟兄 一同起程北上 再去该撒利亚这个地方 我们的画面转去 当彼得去到该撒利亚的时候 我们去看第二十五节 彼得一进去到该撒利亚 将要进入去哥尼留的家里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哥尼留已经带着一群亲戚朋友 在这个门内来迎接彼得 做了两件的事情 不单只迎接 更加俯伏在他脚前来拜他 这个拜词在当时的文化里面 是要有一个单一的用 专一的用 这个用是用来用敬拜上帝 或者敬拜主耶稣来用 这意味着在当时的哥尼留 他将彼得当为一个神人的处境 来去跪拜他 彼得如何回应着 这个这么大的礼呢 在圣经第26节 彼得拉他说 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在这里即使 你去拉起他 告诉他听 彼得的心态就是说 我自己都是人来的 虽然我是个仕途 但是本质上 我只是一个人来的 我不可以超越到 去到好像圣灵 好像主耶稣基督 那种超然那种的位置 我也是人 这个我也很想和弟兄姐妹说 我也是人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 我有喜怒哀乐 所以对兄姐妹 牧师会有情绪的 牧师会犯错的 牧师会跟你吵架的 牧师可能会吸你电话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 去面临 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是人 但是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这个罪性带来给我们 有七情六欲 这个罪性带来给我们 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 进到去服侍上帝 这个上帝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将我们合一 在这里一起来去敬拜 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面对弟兄姐妹 对你那种的挑战处境 但是当我们在敬拜当中 我们回到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不单止 我也是人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去护面 我们一起来去体谅 我们一起来去支持 以至到我们能够 成为一个活泼基督徒的生命 不断成长 见证我们的主 我们看看当哥利留 去接待彼得进入他家里的时候 哥利留一进去 就跟彼得说 他说我四天之前 我见到这个异象 意思是在四天之前 这个哥利留他就发这个白日梦 那我们就大家一起看一下 他怎样发白日梦 他见到的白日梦是什么 在第三节 我们回去看十章第三节 有一天 约在新初的时候 他在异象中明明 看见神的一个使者 进去 到他那里说 哥利留 这个就是哥利留当时的那种处境 如果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们看到彼得路加 他怎样描述 这个哥利留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伯夫长 他是一个敬拳的人 他是敬畏上帝的人 他常常来去祷告 特别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与彼得祷告的时间不同 比特在正五祷告 刚才我都说了 正五原来不是当时 最重要的祷告时间 最重要的祷告时间 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 就是新初 新初这个时间 是每日他们三次祈祷中 最重要一次的晚祷 原来在犹太教的时间里面 三点钟是晚祷的时间 三点钟不是高热的时间 不是在旋转餐厅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会看到 原来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关于上帝 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 我们用了我们自己喜好的东西 将上帝 将他定的一些处境 但是在新约里面 上帝提醒我们 凡事借恩 上上祷告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定定住 要在什么时间祷告 只要我们在心灵里面 上上回应主 将一切交托在主里面 我们就得着主的越南 哥尼流他这里讲述 他面对这个八日梦里面 他见到这个处境 我们再去看第十章第五节 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 第四节从来都没有讲到 哥尼流你去问 只是第四节告诉我们 哥尼流定睁看他经怕说主 什么事呢 这个天使就这么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 达到神的面前 以蒙纪念了 接着第五节 现在你当打法人往若迫去 那请那称呼 彼得的西门来 经文很简单地去记述 经文在第七节 更加简单地去讲 他讲到这个的哥尼流 他就马上叫了两个家人 和一个上上侍候他的 一个虔诚的兵 三个人一起就起程 从哥萨尼亚由北面 向南面 去若迫城市当中 去找彼得西门 圣经描述告诉我们 在这个的哥尼流当中 他没有发问过一个问题 圣经很简单地去记述 他立刻打法他的仆人 他同样是讲到主 什么事呢 他没有问 当天使告诉他 你要做这件事情 他没有再问 他与彼得很不同 彼得接收到上帝 给他的吩咐 宰尿吃 但是彼得也不听话 还要问后面那句 不行的 我没有吃过的 上帝当然是给你 没有经历过的事 是为最好的 你都做过的时候 这个不是上帝给你的事情 今天 让我们从哥利流 从彼得 他们同样发这个八日梦 但是他们两者的回应 我们应该学校哪一个呢 哥利流 立即顺服 在主 那个吩咐当中 他没有发一个疑问 他不是好像彼得 这样说主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更加给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不要常常念口网 主啊 主啊 耶稣说 这个不可以进入天国 我们一定要顺服 我们的主 给我们的吩咐 好 我们再去看 当彼得 听完哥利流 这个 讲他的八日梦 见到这个异象之后 彼得开始 传讲他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三十四节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这一节的经文非常特别 彼得说 我真的看到 但是他之前经历了很多上帝的事情 他来到这里 他才再强调 我真的看到 这个可以代表着 他一直之前有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都觉得 是患得患失那种情况 所以彼得来到这里 他说到 他看到哥利流所面对的事情 他更加明白到 原来上帝的预备 是超越他之前 他所见的异象之先 上帝已经有很好的安排 所以他一开声就说 他真的见到 上帝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是抬起念 仰面 原来在当时那种的君王 神仆或者人民去见君王 你不可以抬起头 你看到君王的样子 就要被击杀了 因为君王就会说你 你不敬畏他 你不尊重他 所以这个是当时那种的文化 但是在这里 神不偏待人 原来当我们经历到 在信仰里面的时候 我们跟天父 就建立那种的关系 我们进到来 在见我们的上帝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 好像在摩西 在西賴山那样 上帝耶和华神 这样跟他说 他说你不可以仰面 望见我的荣光 因为你望见我的荣光 你就会被击杀 你就会死 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可以仰念 来去恶起我们的头 来去望着我们的十架 这个十架代表着 主耶稣基督在上面 为我们流出的宝 去洗净我们的罪 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从罪中挽回 我们建立这种 父与主与女的关系 以至到我们可以和他仰念 我们可以见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直接 和主耶稣基督来对话 这个就是主不偏待人的意思 真正让我们和他建立那种的关系 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个的救恩 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 一个很大的祝福 和很大的恩典 从这里可以仰念 不偏待人 我就想起雅各的教导 我们看看雅各 雅各说我们不要按贸来去娶人 我们看看这一节的经文 雅各书二章第一节 他说便不可按着外贸来去待人 他这里这样说的 第一节前面的片语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贸待人 这个是雅各 向我们一个的吩咐 雅各他告诉我们 接着他还有的下面 他说你们就众看那穿华丽衣服的人 说请坐这好的位置 又对穷人说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的脚椅下面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特别是新来的弟兄姐妹 当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看法 会觉得是否有些位置 是我们一些重要的 不知什么的熟灵领袖坐开的 那些很年长的弟兄姐妹坐开的 那些位置不能移动 不可以坐下来 弟兄姐妹 雅各提醒我们 所以负责私事接待的弟兄姐妹 有新的朋友来到 我们应该是这样说 所有位置都坐得 不用担心这个是谁坐的 你喜欢坐谁就坐谁 不过施班楼坐的那些就不能坐 弟兄姐妹 雅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会陷入了在这个以貌取人 甚至有时候我们偏待一些人 当然 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行路不方便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 我们更加要服侍他们 我们更加要让助给他们 以至到他们有时他们更加坐得方便 不是你的方便 是你要让助给他们 这个偏待出于我们的爱心 出于我们在这里一起 同心合意来去仰望 敬拜我们的上帝 在上帝不偏待人的当中 有基础的 这个基础是在这个圣经里面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越南 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 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要不偏待人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敬畏主 我们敬畏的时候 我们要感恩和我们要顺服 我们感恩的时候 你走得快 你可以多走两步 你坐前些 留一些位置 让那些不想走那么远的弟兄姐妹 坐在后面 不要来到你觉得 这个位置我很喜欢坐在后面 因为走得快些 我们要感恩 弟兄姐妹 你今天可以走得前些 你应该坐前些 前面这些只是最上好的位 牧师会提醒你 不要发白夜梦 什么什么什么 起床啊 睡醒啊 感恩和顺服 是我们常常要在今天的经文里提醒我们 接着就是行义 行义 如果我们回到尼家书里面 我们会看到 他说我们行公义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这三样都不是最重要 这三样只是前菜 我们有这三样的时候 我们才去到最后 与上帝同行 当我们能够与上帝同行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被上帝离去越南 所以顶只会我们常常强调 在尼家书里 行公义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但是我们去不到最后那里 这些前菜我们吃吃 我们都不记得自己做什么了 吃饱了 我们不需要去最后 最后这个主菜才是 与上帝同行 我们才能够进到 上帝不偏代人那种的基础当中 兄姊妹愿意今天我们藉着经文 我们会看到 在第十章里面 试图行传当中 我们会看到 比得他说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有神学家提醒我们 他说在这个经文里面 特别提到我们今天 这个可以说是 外邦人的五层节 第十章 这个整个经文 上帝一切的安排 他的计划当中 带来给我们今天 我们一帮群体 我们一帮外邦人的群体 可以得着这个救人 以至到我们一起能够仰面 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比得借着圣灵的恩赐 他将福音实践 一直来去扩展 我们从试图行传第二章 我们看到 这个福音先给犹太人 第八章 我们看到这个福音 传给撒玛利亚人 而去到第十章 今天我们看到 是传给外邦人 是传给我们 一帮不属于上帝挑选的人 以至到今天 我们得着这个永恒生命的应许 摩西所定的律法 在《以弗所书》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 直着十字架 使两下合二为一体 愿上帝和好 因为我们两下直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动 得已进到父面前 这是今天整篇经文里面 我们所学习到的 更加在第十四十五节 彼得更加说出了 奉国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当时经文里面 在第十一章记载有六位 这六位为何特别在这里强调 他们是行国礼的呢 这班是犹太的信徒 只有当时犹太的信徒才行国礼 他们在当中见证着 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 以至到他们在将来 他们能够为彼得作见证 这一连串都是上帝和圣灵的工作 我们会看到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 彼得被召回到耶路撒冷 对着工会的人 他要去答辩 外邦人是否真的要为他们洗礼呢 这一班行国礼的六位信徒 在当中能够为彼得作见证 这一连串都是上帝的工作 在整个第十章里面 让我们能够认知到上帝不偏待人 敬畏上帝的人才蒙月纳 和圣灵的工作降临在外邦人身上 以至今天我们得益处 这两节的经文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片语 神不偏待人 以及那竟为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悦难 我的分享停在这里